星星十字路口機車緩緩騎入待轉區 日前在台中卻有一位女騎士 位移規定違規左轉遭到開單 原以為損荷包事小 不料留下的車級資料 卻意外讓她惹上麻煩 一張張青春養溢的自拍照 被搭訕的正妹騎士 臉蛋標誌身材腳好 沒想到竟然引起開單 诚信遠景的蜘蛛 透過車級查詢系統 取得手機 擅自加Line 寄出這樣的訊息 李茂打招呼 附上表情符號 只見正妹騎士感到錯愕 此時警察才表明自己是 婆麗是大人 希望有榮幸能認識她 不只讓當事人飽受驚嚇 還痛批警察 要業績也要把妹 警察利用執行把妹早已見怪不怪 但往往都是透過炫導 取代開單再介意聊天 證明誠信遠景 要錢又要人的行徑 不僅遭到內部懲處 公務員人涉及違反個資法 最高還得面臨七年以下的刑期 記得台北台中 綜合報導